大家好,我是小桃 欢迎来到我的天然世界 在这个影片结束时 您将会知道如何做这个简单的天然干洗手 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们怎么做 这影片是给那些想要自己做 天然又有效又简单的干洗手的人看的 用肥皂和水洗手是防止生病的最佳方法 但是很多时候不方便 所以如果可以随身携带干洗手会更方便 商店里买的干洗手充满了油害化学成分 例如人造燃料和其他许多油害物质 因此最好是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天然干洗手 我们就开始吧 这是所有的材料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塑胶的喷雾罐子 1盎司或1.5盎司 还有一个漏斗 和三种不同的精油 不一定要三种 你可以自己选一种或是三种混在一起 总共要加起来要8滴的精油 随意你挑 这三种精油都可以防病毒还有菌 随意的你想要选你的精油 你可以选这其中三种随便你选 或是你三种都使用 总共要加起来要8滴 所以就先开始滴 那我现在拿的这个精油 我就把它滴进去滴 3-4滴 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薰衣草精油 再滴几滴 1滴2滴 然后再用牛制油 再滴 2-3滴 所以总共加起来8滴 装在这个1.5盎司这个瓶子 这个塑胶瓶 它是可以喷的塑胶瓶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装酒精 你需要用漏斗把酒精装进去 那我是用91%的酒精成分的酒精 是我可以买到最高的 在Walmart买的 那 所以你就是尽量去找你可以买到最高酒精成分的 70%以上是最棒的 那这个食谱没有加其他材料 像是芦 芦荟汁 因为这些会稀释整个的酒精程度 然后至少需要60%的酒精浓度才能达到消毒的作用 所以最后装完了以后 再把盖子盖起来 把酒精装到快要满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把它摇一摇 要记得要咬得够 所以让它能够酒精和精油能够融合在一起 现在我就把它打开来喷给你们看 喷喷 然后好好的用手搓一搓 就可以搓久一点越久越好 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使用经验 我很喜欢这个喷雾瓶 因为它非常方便使用 这个干洗手也闻起来很香 然后又很有效 然后我用完了以后也可以用我自己的乳液 所以非常实用又方便 您可以在超市或线上找到这些材料 我也会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这个描述中去讲我在哪里买的材料 如果你们有其他不错的干洗手自作方法 请在下面留言 我很想听你们的食谱 也请你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您是否喜欢这部影片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可以看到更多有帮助的影片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周 平安 平安